欢迎来到龙凤德州来看这一手牌 大本入池了 七八红桃加入到1100 必要的四五不同色盖掉了 波波老板小忙位 口袋三 面对大本做了三拜 大本这个人可不好对付 波波要小心一点 吃到一个三拜 大本有位置优势 这手牌肯定是要打的 来看翻牌 二六九 这样的话大本拿到一个双头顺的听牌 还还不错 而波波老板一小对三 就略微有点尴尬了 考虑到自己对上大对子的可能性 这手牌波波先手选择了过牌 而大本翻后直接进攻 下注4800 波波秒根 可以的 波波 看来死活 就是不相信大本有对子 转牌一张方块 这给到波波一个后门的铜花听牌 但是非常的小 最小的铜花听牌 大本的第二枪 翻牌面的三米布拉夫没奏效 看看转牌有没有效果 来看看尺度 一万八的坡下注一万一 波波又是一个秒颇 他的这个秒颇 才真真正正的算是秒颇 完全不加思考 最终盒牌还是一张二 波波老板做成了葫芦 真就不相信 你本有对子吗 盒牌还要去打价值 哇 厉谱啊 四万的坡下注一万 希望可以看到一个 A嗨的跟注吗 大本死心了 直接盖掉了自己的 一手八嗨 继续来看这一手牌 前卫相继过牌 最终剩下了查尔斯和JR两人单挑 翻前谁也没加注 翻牌6-8钩 查尔斯拿到一对6 JR拿到一对8 一对6下注一千 JR跟注 转牌一张红刀7 顺子面 童话面全来了 查尔斯继续过牌 这俩人都觉得对手啊 是一手听牌啊 其实也没毛病 转牌JR打两千 查尔斯拿着一张红刀3跟了下来 而最终合牌呢 恰好是一张3 查尔斯做成了两对牌力反超 yeah 这是 核牌 查尔斯打4千 这二秒支付 一听对手核牌 歪中一张三啊 一句脏话 就飙了出来 咱们接着来往下看 牙医的一对K啊 前卫加注到了600 波波老板装卫 可以把黑桃跟注 不知道波波会不会成为Hustler的常客 自从盖哥封牌Hustler的收视率 真的感觉有所下降 得多来点波波这样的牌手 翻牌A87 波波老板拿到一个中队 外加后门的铜花铜牌 而被盖了一点帽子的牙医 还是尝试着做了一个下注 被波波抠下来 这张转牌 波波老板运气不错 中三条八 那么现在他无惧任何进攻了 而牙医转牌并没有控持 他决定直接把盒牌想打的下注 全部打了出来 直接下注四千 波波也很直白 一看你有牌反打到一万二 而牙医并不相信波波有A4 拿着A4 他也觉得波波不会去加注 而最终这张盒牌 波波做成葫芦 牙医也实在是不敢打了 最终两人 盒牌谁也没开枪 而波波这边同样也在担心对手 转牌是用一张A4 做的加注之后 选择跟注 盒牌小葫芦的check 看似是错过了价值 其实打的也没问题 来看这一手牌 比尔的加注被查尔斯用A3黑桃推回来 而大本拿到A圈 面对查尔斯做了四败 他知道查尔斯的三败不足为据 虽然位置很差 但是大本这手牌还是OK的 尤其翻牌面有A4 A圈踢脚也不错 看看查尔斯能利用自己的位置优势 做点什么事 check check 转牌方块6 第三张方块发出来 那大本带打了 盒牌再掉方块 这牌没法玩 底持11000美刀 大本这一枪直接奔着一个满池去了 下注9500 将近一个满坡 抽码摆太高了 查尔斯在转牌直接是做了反加 有方块的肯定会这么打 两张方块也是有可能的 其他牌型的话 本没有什么好担心的 你要非说对手拿着什么A6A9这样的牌反打 那就没办法判断了 大本反手跟住 希望看到盒牌的check check 盒牌是一张9 那这样的话 两人同时组成了最大牌型 AA99K 大本的踢脚已经没什么用了 盒牌大本选择过牌 大本这边有A4的迹象已经很明显了 而查尔斯肯定是不想跟大本分钱的 他要做一个尝试 看看能不能让大本相信自己是一手铜花 或者是有9 抵持5万3 查尔斯打出5万 可以的查尔斯 真够下本的 好 那么 大本开启了语言公式 想试探一下查尔斯的牌 查尔斯帽子戴起来 脸蒙起来 别问我 我什么也不知道 不是我干的 跟我没关系 有一种情况要考虑进去 查尔斯有可能打价值 有可能也仅仅就是想独吞这个底池 做的一手bluff 可以说每一种可能性都是5成 大本基本来讲至少有个5成以上的胜算 所以说花5万跟住这个10万的底池 按赔率来讲也还是OK的 但其实额外还有一种可能性 就是查尔斯根本就没牌 最终大本选择跟住 两人平分这15万 好 来看这一手牌 卢达克里斯的家住 一对8推了2800出来 这样A圈跟住 比尔克林口袋3跟住 而波波老板呢 枪口位啊 又是做了一个挤压 A5方块300到了8000 路达这个疯子啊 一对8想都没想就跟了 而J2呢 同样也没走 好 从现在开始 这张牌桌加上了400刀的3B啊 牌桌的额度变大了 而比尔这手牌 他决定拿自己的一对3 去做一个更疯狂的操作 38000刀的四败 这是把一对3啊 强行打成了一对A死 在我看来 38000刀的四败已经够用了 波波应该是要走了 在想啥呢 这牌不可能扩吧 真是啊 你要说单挑还能琢磨琢磨 你身后还有两个 虎视眈眈的对手啊 波波老板 太疯狂了吧 而路达克里斯这边 直接推出楼印 哇这张牌桌的高潮要来了 其实可能连比尔自己都没想到 自己的四败啊 竟然还能看到一个跟注和一个五败 那现在 这比尔很难啊 选择平跟吧 这一对3的胜算啊 确实是渺茫 他选择欧印 他想尝试一下啊 用6万5千刀来挤掉波波的牌 这手牌 天哪 波波老板真的还是跟了下来 A5不同色跟注两个欧印 哇哦 这就是来自中国牌手的魄力啊 疯狂啊 真的是疯狂 265,000刀的底持 三加欧印 好 你又说 麦克斯佩曼的系列啊 看到三加欧印不新鲜 每个人几千刀 但是这张牌桌啊 5万的 10万的 20万的 一手牌 底持 一套房 而最疯狂的是 卢达的一对八 竟然还是领先的 翻牌460 没3没8 但是有两张方块 波波老板拿到了A花听牌 胜算啊 大幅度提升 转牌 很关键 这是一张2 这张2的话 给到比奥和波波一个卡顺听牌 不过波波老板卡的那张3 可是在比奥克林的手里啊 被阻断了 很难了 方块 现在波波老板需要一张方块 和派 是一张3 天呐 运气啊 这个运气是真的好 波波老板 天呐 这手牌直接是拿到一个triple 手中筹码从8万 直接拉到了26万5千 看起来哈斯拉对波波老板来讲啊 真的非常友好 以后要多来玩牌啊 好 那么 这期视频呢 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大家觉得精彩的话 记得给龙凤点点赞 加加关注哦 咱们下期再见了 265,000 比lk 也得到柠檬 needle 不必要许多 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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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ren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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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